确实这个谈到我们的教育的不公益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城乡的差距 但是在台湾还有一个非常严重 就是明星高中 我看到这些明星高中 一直在台湾就是非常的优势 而且大概只有有钱的人才念得起 或者是说他的资源比较丰富 他的成绩比较好才能念得起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明星高中特别是在都会区 特别是在台北市最多 那这一块我觉得我应该要请 我们的台北市的国中联会的 希望要总会长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刚刚所说的这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那资源分配的问题 在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是 我们的国民中小学属于地方教育 就是地方管的不是中央管的 那地方管就关系到地方财政的问题 所以台北市比较优厚 就是说刚刚我们副理长提了 台北市跟其他县市比你们学生的 这个教育金会比较高 多了四倍 原因就是他是地方办教育 国民教育属于地方办教育 那现在如果是高中高职教育 就是中央办教育 目前的法令是中央办教育 所以中央就不应该有差别待遇 不应该有差别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期望 12年国教可以去改变 就这个一部分 当然最现在刚刚大家想讲的 103年国民教育之后 12年国教之后 是不是真的不考试 我还是打个问号 因为目前就有一些精英教育 是我们要不要保留精英教育的问题 就像前程讲的 那你要读建宗是不是赶快户口 或去建宗旁边买个房子 以后你就可以免试入建宗 那目前大家的看法并不是这样子 大家好像有个想法是希望保留一下 最好的那一块精英教育那一块 弱势的也要照顾 精英也要保留 那中间就让他去念社区高中 所以精英教育那一块 可能还是要考试吧 不然大家都想进 难道用拔杯的吗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免不了 如果家长有特别想梦想中的学校 或孩子有梦想中的学校 如果你要进那些比较特殊的学校的时候 你真的要有两把刷子 但是那只先于 你要有那两把刷子你才去考 你不要没那两把刷子也跟着陪考 那没有意义 但是目前的制度是 你没两把刷子你也要陪考 那12年国教之后会改变这个现象 我孩子早点找到性向来 那我可以去学一些一技之长也好 或者说我就念社区高中也好 反正大学的路那么宽 我没有必要去挤那个宅门 现在是大家被绑着要挤那个宅门 所以都会区 他有他的特殊性 然后不管是社经背景也好 家长的观念也好 孩子的 他的群聚的学习能力也好 都会区比较好 所以民意学校都放在都会区 台北市特别多 台北市特别多 我们台北市其实 也是人民之福 因为大家可能这样的学习的结果 成绩都普遍偏好 比各县市来讲 普遍成绩比较高一点 那也可是我们台北市之福 但是这个部分也要看12年国教实施之后 实施之后 可不会让其他县市也跟上台 不是我们台北市把它拉下去跟人家比 是应该把各县市也拉上来 你应该跟台北看起 大家都往上提升嘛 不是说在台北市不要进步了 我们往下去跟人家比 我觉得教育经费 可以趁着12年国教这个时候 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也好 让它更均值也好 让它更向上提升也好 可以把各县市的拉起来 不过许总会长 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个 就是说台北市的孩子 平均的学测是几分 因为这属于机密性质 你从来没有公布的 没有人不敢公布这个数字 不过你大概知道吧 普遍来讲 普遍来我们的平均值是 以台北市来讲应该是全国最高 全国最高 但是全国最高 大家在看 你们台北市考得特别好 但是你也要相对的 我们台北市的孩子的竞争压力大 竞争压力比外线是大 现在偏向学测的成绩大概100分 可是台北市大概是几分 应该这么讲 偏向差距 偏向我就要考150分 我就进那个县市的第一志愿 不好意思 你要台北要几分 要PR99 不然你进不去 我在台北 我一样跟偏向考第一名 150分 台北只能念私立学校 所以台北市的孩子 虽然他成绩都比较好 但是他压力比偏向的孩子压力大 确实 不过我们刚提到这种精英教育 刚因为特别提到这种 明星高中的精英教育 如果12年国教 还是要考试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我就是赶快买房子到建中旁边 我就可以免试升学 所以我这边就要问清楚 到底这些精英学校 有多少百分比是要考试的 是 依照我们自己的盘算 就是说精英学校这一块 到底什么叫精英 其实很难界定 台北市从建中开始往下排 不知道排到第几名 我不知道总会长有没有什么想法 排到哪一个叫精英 当然我们认为是那个应该是极少数 顶多占到百分之三到五而已 而且这三到五还应该包含所谓的资优 因为我们还有一块资优的那一块 所以我觉得那个量应该是非常少的一个量 当然对那个家长来讲 就是说很多的所谓的精英学校 它本身其实某种程度是因为学生的竞争 而造成的一个状况 那个学生竞争是好是坏 其实见仁见智 包括我们前不久有一个孩子跳楼了 建中的孩子 对不对 其实建中或者北京 大概每隔几年都会来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 通常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就是说可能那个精英是从各地来的 特别是北北级来的精英 在各校各国中可能都精英 到了建中之后到北 反而是 比上就不足了 是没错 所以精英这一块 其实当然大家都有各有各的想法 有很多人认为说应该保留那个传统 不过以我们的构想 我们认为说那个应该保留到最少最少的一个成分 第二个就是说也许经过几年之后 大家发现说 其实那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因此也许它会慢慢的会被改变或被打破掉这件事情 第二个考试这件事情 要不要像现在来一个叫做像现在基策 大家一起考 我们也觉得这个是需要讨论的 就是说如果大家一起考 就算你剩下5%的精英 会不会有30%甚至40%的人跑去抢那个精英 所以如果要考的话 我们认为单独去考 比如建中考建中的 北约考北约的 成功中学考成功中学 但是同一天考也就是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我们的构想是这样 不是连招的方式 是否则的话我们也会担心就是你即便只保留5% 你会造成一窝蜂的大家孩子去考 我相信大部分的家长都会觉得我孩子很棒 我还是希望能够挤进去 没有多少孩子认为说 没有多少家长会认为说我孩子算了 不考了我就留在我自己附近 特别是现在还有很多的家长会认为我家附近 可能那个学校就是很不好 我为什么要留在附近 其实这边谈到精英教育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家长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最好 所以应该也会要求孩子去考试 然后去挤进这样的一个窄门 但是我们现在12年国教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一个普及教育的精神 对然后也希望说中间的孩子不要再去挤那个窄门 可是我这边就要问你们在座所有的家长 你们会赞成自己的孩子就进入这种普教 我们就说不要去挤那个窄门 你们会往这样做吗 如果问我的话 我自己孩子我不会去让他去挤那样的一个窄门 因为其实那个对他来讲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我不知道其他的 来 我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我四个孩子 前面两个孩子就是没有这个想法 其实最近这种入学的管道 我觉得有一个管道很好 就是社区生 他有一个社区生的管道 在申请入学这个管道 就进入学 我两个孩子就找附近的学校就进入学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这样子后来又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错误的我们家长错误的做法 因为还是考试了的话 我们想说你考基础是这些分数 我申请入学 那就赶快找一所公立的 就进这个学校 能进哪个学校就进哪个学校 这是个迷思 没有去让孩子了解说他的性向在哪里 他的兴趣在哪里 就进去了 结果老大是女儿 念了本来念松南家商商业经营科 其实什么叫商业经营科也没有人知道 现在哪个家长懂了什么叫商业经营科 其实就以前的会计科快同科 他把它改个名叫商业经营科 这个家长也哇商业经营好像还不错 很有图像的感觉 有验警的感觉 叫他去念了 念一念念不下去 数学会计不及格 他念不下去就休学 浪费一年 后来跑去念美容科 那我的老二 老二念南港高空 冷冻空调科也是照分数 可以进哪个学校就进去的 就是用分数去比你 就进去哪个学校 去念冷冻空调 念完了 不知道要念什么 连三用电表都不太会看 这是他个人的事情 不是那个学校的问题 我不只学校的问题 是他个人的问题 三用电表就不太会看 后来他念 现在在念台中技术学院 念的是气管科 那等于他前面三年念的 有没有收获 我可能要再问他 到底在南港高 念了三年有没有收获 好像没有连接 完全一点连接关系都没有 所以就是有这种错误的做法 所以这边后 我就想继续问你 所以说看起来孩子 有特殊的性向跟需求 那如果在十二年国教 你觉得应该怎么讲 因为我们本来是普及教育 那怎么满足 这些孩子的特殊需求 这是我个人对于最重要 所谓的性向探索 性向探索的问题 现在好像国中三年级 我问过一个学校校长 到底国中在三年级 有没有做性向的测验 他说有 在三年级做一次 一次 在哪个年级做也不一定 然后家长也不知道 到底做的性向的内容是什么 意思是说根本不知道 孩子的性向在哪里 那这样孩子当然找不到自己的兴趣 他的类科怎么去比对 也没有这个机制 比如我的性向出来 我这样的类科在哪里 可以去比对嘛 可是他没有 所以就不知道到底 练哪一科才对 练完就浪费三年 都是性向探索非常重要 所以12年国教 我这边可不可以请教 就是一般的高中跟高职 那因为高职是比较偏向 特殊的一些训练 记忆训练 那但是如果高中高职 那12年国教 这是通通打散吗 还是要怎么做 刚刚其实充志提了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就是事实上这个是很普遍在目前的状况 因为目前所有的升学都靠分数 分数好的可能就到公立的高中 分数差的通常跑到私立的职业学校 那职业学校哪一科 那是因为分数注定你去哪一科 而不是因为你的兴趣 所以那孩子可能念了三年之后发现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刚刚充志提到一个叫性向探索 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希望说 一旦变成12年国教的时候 国中那个阶段很重要 我们的学校应该给他一些机会 去了解一下到底你的兴趣真正在哪里 因为你不用考试了 你可以自由选择 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认为说应该好好去做 怎么做呢 譬如说你可以利用寒暑假到 你家附近的职业学校或高中去 去试读一周 去试试看 知道说什么叫冷冻空调科 对不对 否则说你完全不知道 只听那个名字吗 这是我们第一个想法 而且这也是教育部 目前在配套措施里头 要做的一件事情 已经成功了吗 还在规划当中 还在规划当中 不过至少是你们倡议的 是对 不过我们最近其实又提出另外一个想法 因为事实上 国中生也不够就是13到15岁 真正到15岁 他真的能够知道 他一辈子想念什么吗 他会不会一辈子想去修汽车 或一辈子去想去念 譬如说念北英女的人 他可能要走学术 搞不好念了一年级之后 他就发现他根本不行 所以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大区域的综合高中 也就是说高一的时候 高一结束以后 他应该有一个机会 可以让他再去选择 他想要选的科别 因为国中的时候他可能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可以到一个学校去体验一下 可是他如果利用一年的时间 在这个学校去体验 他可能会更清楚自己未来的形象 让他给他再一次的机会 让他能够去选别的学校的类科 或回到学术学一年的时间 所以你并不是用选课的概念 就是说他可以有一年 然后他可以去选别的学校 对 转学的概念 让他能够轻易的去转学 那这个部分其实谈到的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希望说 十二点国家其实真正的 要让孩子真正去选到 他自己未来比较长久的路要走 而不是他莫名其妙 就去选了一个科这样子